左邊沽出的按鈕會即時根據你投資盈規而出現紫形和紫選的字眼 等身手投資 大家好,今天是5月23日 回到CME全力支持的圖表戰鬥園時間 今天的港股進一步下跌 上午還可以,跳下跌,跳下跌,落穿了200天線,進一步下去 上午還頂著27,300 下午後你會發現市場陰下又有跌 奇怪的是A股沒有跟著下去 但現在外圍也繼續跌 其實昨晚的美股做完高位之後 跌下跌,也算是一般的 看看數據 德國兩點鐘出了GDP 都是比預期一樣的 這是Quarter 1 然後德國出了Manufacturing PMI 比預期差 看看還有什麼 IFO的商業景氣指數 97.9,比預期差 都是做得差 歐羅區的數據都是一般的 4.5 英國就會出數據 看看英國的銷售會如何 會不會將英鎊進一步下跌 市場傳 文翠山就會辭職 對英鎊也算是踩多一腳 似乎也算是上不了 不過我們要看看它是否真的辭職 以及市場如何反應 接下來7時半 看看歐洲 這是什麼選舉 接著就輪到 看看 開會 接著是歐洲 接著是美國 美國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美國都是Lil Home Sales 接著就是 看看 看看 沒有了,就沒有什麼特別的大數據 明天是星期五來的 月尾 真是月尾 還有一個星期 就到月尾 24日 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27日 27日 如果大家 一直都有去跟進市場 或者我們去看 所謂的 跟大家再開一次 27日 24 25 26 27 下星期 就是它的中文叫什麼 每年五月最生氣 那個星期一 都是歐洲和美國假期 那個叫做 美國陣亡將士紀念日 那麽它會是怎樣呢 那麽它那一天 基本上是Bank Holiday 英國是Bank Holiday 美國就是紀念日的假期 基本上那一天是不動的 基本上是不動的 我以前做外匯的時候 翻譯 基本上這一天 每年只有12月25日 1月1日 還有這一天 5月最生氣 那個星期的星期一 是不用上班的 那麽它是去到12點鐘 很多期貨都是去到12點鐘 去到歐洲 因為還有德國在 英國不在 但是英美也不在 那麽變成了下星期一 其實不要聽這麽說 其實是外圍放假的 那麽大家要留意一下這件事 那麽回去看一下 那麽先 回去看一下圖表先 那麽我們看到黃金 仍然咬著一條線那麽 那麽上又 還不是彈得很厲害嗎 它又不是彈得很高 那麽昨天彈到上去77元的 那麽前日最高就是77元 都是 戴前日 禮拜一最高79元 暫時來講 卡住在80元以下 現在的問題是 它能否彈得穿 如果彈得穿的話 我們一彈穿的話 我們就看1266 看完1266 看看有沒有機會250天線 基本上那麽久都沒有中過 那麽久都沒有中過 那麽久都沒有中過 那200天線 爬了上來之後都沒有下去 那麽下面的確是一個重要支持的 但無論如何 沒有跨到那麽遠 現在這條線都是一個重要支持位 那麽穿了下去 我們都還有成 如果真的可以穿下去 我們有成15元 或者是接近 現在正在做75元 那麽低位 我們今天的低位 或者是昨天的低位 72元 下面有成17元 穿了下去 我們先看 穿了下去就66 66 接著就是250天線 250天線 我們看55 或者是57 200天線是57 那麽整棍下去了 那麽看一下 這十多元 這十多元 很飽的 如果穿水 沽下去 那麽早前在上面 沽了的話 暫時來說 你還可以看看 它可不可以跌下去 那麽至於這隻銀 是什麽銀 賠回了四天 那麽過去這個星期 仍然都維持著 在這裏 完全不動 那麽反覆偏遠 上就上不了 那麽油價 大家有留意到 那麽美股沒有力 那麽經常都說 你覺得這些事 有好有不好 你看到港股好像 彈不了 沽不了 沽不了 你就去做其他 我們做期貨 我喜歡做期貨 是因為我有得選擇 等於你們喜歡買股票 這隻不升的 你就去炒股仔 股仔不升的 哪個板塊 你可以有得選擇 不是一定全部都是700 市場不是只有700 我們做期貨也是 我們做期貨 港股做不到 國企 國企做不到 做A股 A股不行 做美股 美股不行 做DES 大家都會比較接近 那麽今年開始 其實在去年12月開始 我們發現油價 和美股 或者全球股市 很接近 那麽你見到油價 昨天就已經跌下來了 同時和美股一起跌下來 今天油價再進一步 向下跌到60.8 現在下面的支持位 準確一點就是大概在60元 這些水平 穿了60元 我們去看看周線 整個周線 終於跌下來了 昨天叫做輕微壓下去 我們不孤得 今天壓穿了50周 昨天想它跌穿 61.8跌穿 跌穿之後 正常來說 我們希望它不要上回61.8 上不回61.8 我們向下看 去看60元 然後再穿 落到下面58.8 58.5左右 才有支持 整個周線都跌了 不過我們寧願選擇 可否做到一個高沽的策略 暫時的指示位 你可以放61.8 樓上 我建議 最安全的 你放到20T moving average 62.3 這些位置 繼續跌下去 油價是這樣 看看美匯指數 美匯指數 我們都會 但是近來 就不好做 不好做的原因 就是因為其實它很雜幅 雖然說 走1元 走1000元 如果你做DX的期貨 但是它很難才走到1元 你看到它現在做到98 終於破了上98 現在這個價格 就是全年的高位 一路跟大家說 你看到股市偏淡 避險 走去哪裡 走去美金 美匯指數就會向上抽 當美匯指數 全球的資金 避了進去美匯 那股市就會反复偏遠 現在最高抽到98.13 現在是98.08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再進一步向上 那美匯指數 叫做偏淡的情況 當然其他缺人市 也是不好過的 先看看DX 我們看到DX反复墜落 現在落到1.10.13 你看到前日最高做1.10.69 然後開始轉下來 同時也看到股市不穩 然後開始轉下來 美股撞完頂 然後又縮下來 你看到多拉因繼續跌下去 這個就不跟美金了 這個就是因為避險因素 美金的錢走去美金 走去日元 現在令日元落到1.10.13 看看可不可以落到10天線下面 10.99多 10.99多 落到下面 在下面做 整個世都是日元強於美金 如果在這樣的市場 好了 美金對EURO 哪個強一點呢 那就不用說了 你看到美金抽了上去 美匯指數抽上去 當然最主要就是EURO 跌下來 你看到EURO 落到1.11.131 現在在做1.11.138 距離今年的低位 低位很容易記的 5.11 你看到5.11 5.11 1.11 基本上就是在這麼多年以來 我跟你去看 要數到1.11.11 已經是2017年了 你現在已經是2019年了 落到這些位 這些位置頂不住的話 就會有機會再跌了 這裡有個裂口 其實是有裂口的 2017年曾經在這裡爆了上去的 那個位大約是106-107中間 看看它繼續墜下去 會不會去到這樣的水平 那處以後 你辭職的話 會不會對英鎊繼續不利呢 我們看看英鎊繼續跌 其實是很長週期的 你看到斷斷油 一斷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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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除了這一天 也曾經上去了 因為Truisa May 對於公投那裡 再提公投 你看到英鎊曾經好過一下 上一個1.28 然後就沒有了 繼續跌下來 哪裡去撿 不能撿 去英國 那就慢慢地 唱錢 下年去讀書 下年慢慢地 你看到英鎊 曾經在去年 2018年12月的時候 下過1.24 38 即是一二五以下 我觉得会有这样的可能性 看看会不会落到下面才找到支持 还是没有做到支持 即是一个支持都找不到 基本上是没得挡的 其实还有一件事 如果大家真的有留意的话 我们会发现以前 在量夫之前 或者很久很久之前 你会发现瑞士是一个避险 只不过人们开始不相信瑞士央行的时候 看到很多人都不讨论瑞士 但是你会留意 自从股市开始不稳 或者全球为了债息倒挂 或者是所谓对于 经济有问题 你会看到在欧洲 始终都是有资金走了到瑞士 你看到瑞士的税慢慢聚下去 看样子也会有机会偏淡 也会偏淡 那它就会令到 瑞士会如何呢 EURO跌 美金就升 美金升 瑞士就应该跌 但是你看到瑞士是升的 相对地 EURO都是有资金走到瑞士 全球都走到避险的货币里面 那我们去看看澳楼 暂时来说 我们看到澳洲继续跌下去 0.6872 澳洲都很放心 继续沽下去 之前的Minnis 弹过一下子上去 市场基本上就预计 它会有机会减息 但是它没有减息 接着在5月7日弹过一下子上去 最高做到7050 接着就没有了 开始跌下来 其实眨眼跌了200点 如果在汇价上跌了200点 看看下一次会不会有机会 下一次轮到它减息 那纽西兰就自己减息 你看到整个势都脱了下去 哇 继续滑梯 哇 多漂亮 慢慢滑下去 最低6484 唯独是最难做的那只 是叫$CAN 你看到油价跌了下去 那么$CAN 会不会因为美金升 油价跌上去 是的 抽了那么多 去到1.3465 去到1.35又被人打下来 去到1.35又被人打下来 暂时就不要炒这个东西 不要炒 不是不想炒它 早前我们都看 一路去到1.32 看到它可以去1.35 去到1.35 又没了 又爬上去 又没了 又爬上去 又没了 变成了没用 它不可以出现一个很大型 如果它是走这些 就很好做 但是它现在 你自己拿一把梁角器 我们小时候计算的梁角器 这里连25度都没有 升的20度都没有 这些都起码走45度上去 那好炒 这些好炒 整个势都在上去 但是它现在的势都是 不过是万升 是慢慢的 这些炒不了 那美股 跟大家去看看 昨晚美股 做完顶后 就开始偏软了 先看看这个DAO 你看到这个DAO 昨天开始坠下来 昨天最高 印了一口 25904之后 开始坠下来 今天亚洲时段 很早就跌下来 现在正在做255 88 我今早还是望25730 我今早还是望25730 现在跌下来 那现在DAO中时说 最大的位置 最大的位置 一定是252 一定是你数到的 2019年3月8日最低是2523 2528 2525 2525 2527 就是2520多 这个位置 穿了的话 有段时间跌了 你看到12月开始抽上来 亚洲市场开始滚下去 港股都27,100 美股你真是无敌 难道 我们要看看 究竟会不会穿下去 至于纳指 纳指就相对弱一点 如果比起DAO来说 你看到过去那几个星期 连续三个星期 第四个星期 其实昨天抽 你的DAO都可以上到25,900 但是纳指上不了 昨天最好都是747 就算前天 那天 你的纳指也是在10天 现在继续坠下去 看走势基本上是不能停的 上星期5月14日 最低下跌过7290 这些趋势 纳指都是见高就沽了 看看会不会有机会跌到7242 整个势都是坠下来 不可以召唤了 至于S&P 会不会守得住2,800呢 不要说到那么远 2,800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 亦都差很远 但是它真的上不了 2836 你看到在5月13日 最低下跌到2802 接着是2,799 顶住了 但是它的势都是跌下去 跟大家去看看DAX 我们看到DAX future 其实如果升 大家都会一起升 过去那3天 即不是过去那3天 5月14日 5月15日 5月16日 跌到1,137 然后抽到1,238 今天我在明报就是说这些东西 明报本书都可以去看 下午就会出的了 下午6日的时候 这3天就是 特朗普宣布对于欧洲和日本的汽车关税延迟180日 而令到欧洲股市明明下跌一个急升 上升到1,238 但踏入这个星期 基本上它也上不了 现在跌到什么价 现在跌到1,1980 穿了没有 画幅图给大家看看 你可以看到 全球股市在今年头半年上升了 也在走一个比较有秩序的升势 Dex也是由102-68 抽到5月份最高 做到124-70 102 抽到2,200点 Dex抽到2,200点 开始到这里有些挣扎 原本在上一次基本上没有机会跌 接着再撑一撑 因为特朗普说完 撑完之后 现在就开始跌下来 看走势 基本上它是跌了 跌了上升轨道 穿了上升轨道 我们先不要看太远 如果既然穿了 首先第一件事 爬不回到20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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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不回到1,2180左右 爬不回到去 或者昨天的高位 12210 爬不回到去 我们看第一个位 就是在那天 特朗普宣布 对于欧洲的汽车 那天 5月14日的最低位 11837 亦是说的 11837 就是250天线所在 再继续下去 撑不住 你可以看看 整个周线 它上到来 开始跌下去了 所以不用心急 我们都希望找到一个位 继续沽下去 整个世界 德国都是弱的 不如跟大家去看地球 好吗 瞬间看地球 跟大家在这里看看 再看日本 我们看到日本 整个周线 今个星期都跌下去了 昨天开了高 整个势 跌下去 虽然日本说 好像GDP做得好 经济做得好 但我们看到日经 都是跟随着 这个美股 也是叫做跌下去 接着 NIFTY 接着我们去看 印度 哇 印度正好 你看看 今天做得好 不是 你看看 印度 早前抽了上去 就会说 印度总理连任 你看到全球股市跌下去 它就反弹 再做个顶 今天最高做到 2020的41 然后开始出现的垂头 有很多人 我也是有些战斗员 喜欢自己买基金 印度基金 喜欢早前买了印度基金 你可以看到 印度那些 哇 印度多厉害 你看看 由201几年 2002年 这些基金 哇 继续抽到这里 但是来到这里 的而且确 撞了高位 似乎遇到 全球的经济下行 你看到一些 就算印度也走不掉了 印度也走不掉了 你今天的走势上面 做完顶 这样缩下来 都是可惜的了 好了 最后还要看完 我们是 UK100 看完FOOSE 看完FOOSE 和大家去看看Future 我们现在正在走 你看到FOOSE 我今天都有看的 看看会不会有机会 报到它 你看到Dex跌下去 FOOSE 都没有好过 就是这三天 再加上民粹山 民粹山脱钩 不过 傻榜 也是傻的 你要看清楚 究竟它是否有机会 再跌下去 暂时来说 都是出现一枝大棍 硬了下去 好了 跟大家去看 环固了地球 还差我们的A股 和港股 大家休息一下 关注一下 资商所微信公众号 接着我们回来 看看阿爷的表现 如果您真的喜欢每日去看地球的圈 我都可以和大家去看看 其实不是很多东西去看 去看富士、Dex、美股、港股、阿耶、日本仔 其实不是很多 还有印度 以前没有人看印度的 但是过去这10年 你看到QE之后 全球都会去看印度 有些人喜欢看台湾 因为他们觉得台湾和港股都是相类似的 我不看的 先看A股 我们看到A股今天很厉害 他还顶着200、300 不过究竟能顶多久呢? 我就不知道 会不会像今天港股一开之后 明天一开 200、300 再见 沙拉拉 跌穿它 跌穿它 跌穿之后 要在乎今晚美股是如何 如果今晚美股再低开的话 A股跌穿200、300 第一关250天线 就已经数到 如果数得准确一点 是2813 但是我会预计 2813和200齐头 这些心理位 你知道中国人的 2800 2808 就是这样的位置 这个位置 2813 我相信它会有机会再穿 再穿 最大的支持位 就是200天 moving average 2776 整个势都在跌下去 看周线 咬不到腰 过去的1、2、3、4、5、5个星期 再跌下去 如果它走穿 下去的50周 就麻烦了 50周是2800 在下面做就麻烦了 整个势叫做弱 A股叫做弱 至于港股 像昨天这样 你可以看到 昨天成交少到不得了 全日180多点 成交只有700多亿 今天成交不算多 989亿 不算多 但是走到一个幅度 昨天都说有鬼 有鬼是什么 我以为会不会这么矛 砌你上去 还是会刺你 原来不是 是因为没有人买东西 没有人买东西 今天一口就跌开了 200天 昨天还打算跌穿27598 我们才追沽 是的 凌晨真空 在透明空间里 在半夜三间跌跌了 今天开低直落 上周都还好 叫顶住了 曾经顶过的位置是哪里呢 你可以看到12月3日和4日 曾经做过27260 在去年 有些人都说 这是商抵回升 但是不理是商抵回升 还是什么 你都的确看到 大概是27260 接着在这里 撑不到之后 断了第一天 就是债息倒挂 接着第二天 就捉了万万洲 就是在这里 在这两天 在这个星期 就是什么 就是G20高峰会 大家是不是G20 总之习主席 和Donald Trump 见面 两个人坐在那里 见面 以为有好消息发生 接着就 债息倒挂 接着就拉到万洲 就是在这个位置 那位置 那位置就是27260 今天跌穿了 跌穿了 跌穿了 但是现在在技术面上 你就没得跌了 没得跌了 除非你说 星期五可以收回一些 但是你看到 整个趋势上 都在跌下来 做就难做了 做就难做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 只是怕它夹 不是怕它不跌 跌就跌 不过你开得不好 夹一下 你什么都吐出来 暂时来说 我们都有沽 但是不大 甚至我都跟他们说 你看清楚 现在这些位置再沽下去 直播率不高 其实上面直播率不高 因为要顶住200天 现在落到这里 你可以沽下去 不过你的止蚀位 一定是用200天 200天 但是这样跳跌下来 我怕它夹 只不过大家小心一点 如果大家经历过去年 2018年 你看到这些跳跌再下来 跳跌再下来 跳跌再下来 不是不行的 不是不能夹 跳跌下来 然后跳跌下来 跌下来 然后又爬回 跳跌下来 跳跌下来 下来走一段 又爬回来 然后又跳跌下来 这些上落市 它是跌 整个势是跌 不过它走这些跌跌 就很麻烦 好了 现在就开始了 跌了下去 跳了一个跌 其实有很多跌 这里一个跌 这里两个跌 三个跌 不要计这个 这个是不能夹的 这个 四个跌跌下来 现在的问题就是 会不会在短线来说 会做一些跌跌呢 我们就要看 它一出现跌跌 大家就小心一点 刚刚今天就做了一个 就是在这些低位 还有一样东西 我会看的 看什么呢 今个月 5月3日 最高30081 今天最低 差不多跌到 我记得 2719多 期货做27120 你自己计算了 都走了 差不多2800 去到24日 过了 接着就期指结算了 下星期会是继续 踩在低位里去结 还是会抽上去 这个就是大家要考虑了 留意下 会不会再刺多下 不过我不是叫大家去 撩底 不要撩底 只不过你短了的盘 是不是要将自己的 profit loss 我就会教战斗员 一路推下来 一路推下来 穿了250天线 上不上250天线 你由那些 profit loss 就会推到200天线 你现在继续沽了 假设在上面继续沽 你现在的 profit loss 应该是200天线 之前在250 现在就在200 暂时来说 你不能让它上200 上200 你就一定要将之前 短了的盘 走路 因为它会有机会出现一个反弹 就是这样 至于各指是怎样 各指亦到位 我们看到 10350就未到 今天最低下到10364 今天也是跳跌落 它也有很多跌 非常多裂口 A股这样散下去 没办法 整个各指都是这样 但是各指下午的跌势 就没有恒指那么厉害 它也在低位上 已经中了200天 连续1,2,3,4,5,6 6个星期已经下跌了 你也别看少 在4月15日那时 最高做118,181 全世界看牛市回来 继续上去 最高做118,181 现在最低是做多少 10364 走了158点 对于一个1万多点 走了10多个百分比 如果真的拿着股票 你真的输了这10多个百分比 你就哭也无谓了 来到这里看看有没有机会 定一定 不要止一止血 止一止血 做了反弹反弹才再跌 现在这些跌 跌到来这些很难去做 很难去做 只要做一些很短 我hold不到位置 因为一夹就死了 现在的市场一夹 轻轻一夹就死了 看看股票 700 你看看无底心痰 继续先 穿完又穿 穿到去哪里呢 325元 就是它什么来的 先开一幅图 325元 就是它的 50% 它都穿过去 今天最低做到多少 700 让我看看 700 今天最低 创与低位是323.2 今天也十几元 你看到穿了些位置 整个retracement 你可以计算到的 它是由251.4 抽到去 今年 不是 是2018年10月 抽了半年 由251元 抽到400元 回吐的一半在325.9 今天中了 如果你要博7000 我会建议等它出现逆转 不出现逆转 势头是做不到的 有人问 NG 天然气 天然气 我们去看看天然气 有些人喜欢炒天然气 为什么会这样炒呢 因为跟油价相反 但是油价跌 天然气也是跌 你看到整个势都在墜落 不行 暂时来说 势都是弱 只不过在低位叫做徘徊 但是你看到短线过去的两天 都是继续跌下去 看不到 700 讲完了 接着我们来看看1883 看看会是如何 1883 中信国势电信 也是弱 你看到 穿上次的底 现在看走势下去 继续沉下去 又是不行了 接着我们来看看2318 2318 究竟穿了个位没有 而下面的100T moving average 应该是有机会 顶住的 这里看不到 我们用这幅看 2318平安保险 你可以看到 刚好 到了2318 是否真的到了 它现在这么巧 最低做82.1 就是18T moving average 刚刚接近到了 到了 然后继续上去 暂时来看看 所以为什么国子不是这么弱 2318不是太差 小心一点 现在追下去 很危险 现在追下去 例如388 我们也去看看 388 星期一中了个低位 239 我们一直都 这个价我数到出来 我家很喜欢数388 388很准 你看到 下到239 接着出现一个逆转 淡了两天之后 但今天也站稳 今天在图表上 又不是太差 今天可以246元 收到246.2 今天做不到那支跌 如果今天做到那支跌 它会有机会再继续跌下去 你现在就算看 你可以说 它上不了反弹 反弹到$250.06 不够力跌下来 但是你要它跌穿239 又是困难的 它就在这三支棍的波幅里 继续横行 看看市场继续来 它是怎么样 恒生指数是否可以 小心一点 问题就是会不会有机会夹 我不是认为市场不跌 我认为市场会有机会跌 后市也是跌 但最大问题就是它 最大问题是什么呢 最大问题就是夹那一下 如果大家经历过 2018年那种鋸齿形 夹一下就死了 什么都吐出来 所以我昨天做节目 都跟大家说 你们就算去扣 可以 不是不行的 扣可以的 一格格下 下完$250.06 再压低 你的指示在$250.06 现在你的指示在$200.06 慢慢压低它 一路带着 profit 一路逼自己下去 一个不过二 它出现任何反弹 你都立即走 就是这样 看看$277 用这边看看 有没有散性 $277 神威弱业 神威弱业 不威 继续跌下去 那怎么办 没有 6.77买入了 请问可否做除息前博7.4 7.4 现在在做6.75 技术上就不行了 技术上就看不到 比较悲观 一般的 都是弱的 你看到 在今早10点钟 最好都是弹到$707 看看有没有机会 但如果你问 纯港势头 也是弱的 Kent仔说什么 为什么阿爷死不断 我怎么知道阿爷死不断 阿sir今天不穿like 今天穿衣服 不行吗 阿爷 is the best 你好像在说粗口 不可以 好了 NPF 什么位置入 不要入住 NPF不关事 有时间都不能入 印度是否可以再沽 印度可以再沽 我今天也在想 是否要沽 印度 今天做了个顶部 今天的顶部 就是你的指示 你的沽 酒半流半 限止$27,000 不知道是否能撑到 现在 今天就看了 如果大家有留意 今天的市 推了下去 最后半个小时 缩了好劲 缩了好劲 其实大家都不是很肯过最终 不是很肯过星期五 也有过最终 因为有些政治事件 一会儿 特朗普突然有个Twitter 或者说 和习主席有个很好的约会 我们约了六月尾 各样各样 不管 你说什么 不是市场的问题 而是 而是什么 而是 你用消息来炒 一夹 什么都没有 危险 继续 293 是什么 国泰11.56 每个都坠下去 又是不行 1月9日上升 而中伏是什么 是呀 看到 就算数到这些裂口 数到这些裂口 无用的 每个都看着 一定是沽 一下 不用说太多 一下 一夹你会吐出来 一夹你就死 整天想着这件事就死了 我们一格格看 现在到27楼以下 来到这里 我们看清楚 不要让它夹上去 看可以这样看 但不要因为这些位置 而继续下去 我告诉你 如果要看裂口 我都说过很多次 18000点 图也有 在这里 做过出来 2016年2月 到今天都未保 这个裂口 不如你问我 这个裂口是否保不保 当时是18319 一跳跌最低 就是18600多 这里有300点裂口 在2016年至2019年 都未保 那怎样 都未保 那怎样 是不是 你放心 不要乱说话 这些股灾就会保 7800点裂口 到300元以下 暂时的问题 其实我们最想做的是什么 最想吃蛋糕 明白吗 最想吃蛋糕 蛋糕就好裂口 好了 看看386吧 386是如何 中国石油发工 5.6号 一继续下去 幅图都是一样的 2638是如何 2638 7.74 暂时来说 站住了 它是漂亮 又不是不够漂亮 不够那些什么漂亮 不够3号仔漂亮 那麽多东西 是吧 中国中华煤气 现在19.74 再进一步向上 今天最高19.74 全年的高位 你继续上 这些就厉害了 今个月已走3000点 秋冠效应 真是厉害 大家先去搜寻一下Facebook 搜寻一下Lisa姐 Lisa姐和秋冠就会离开香港 在今天下午贴了照片 离开香港 就会去圣徒沙做演唱会 看看秋冠是否离开香港之后 港股可以做反弹 这个就是我们的好朋友说出来的 大家去看看 好了 看看07分 1299 到位了吗 1299 74.9 继续坠下去 暂时还未成功 市场还未成功 有没有特别东西 下面有没有特别东西 我就收工 收市上27260 其实27260 为什么会收市上去呢 其实主要原因 我觉得是有些平仓盘大动 而令到它 那些人不过过例 不过过例 宁愿去评一评 6月7日才结束 原来这出气 不知道了 不知道是否关他事 问一下秋冠 秋冠离开香港 不要逼他回来 如果今天彈的话 明天又彈的话 他星期六日去圣徒沙 圣徒沙想想 不要轮到鱼欧想 好 以上股票 我没有持有 多谢大家 拜拜